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关人物分别为鲁肃 刘备和诸葛亮 原文如下 鲁肃曰 金凤吴侯君命 专为荆州仪式而来 黄叔已借助多时 魏蒙见环 金济两家结亲 当看亲情面上 早到交付 玄德文言 掩面大不 肃经曰 黄叔何故如此 玄德哭声不绝 孔明从平后出曰 亮听之久几 子敬之无主人哭的缘故吗 肃曰 马时不知 孔明曰 有何难见 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 取下取得西川遍海 仔细想来 一周牛章是我主人之地 一般都是汉朝骨肉 若要兴兵去取他城池时 恐被外人唾骂 若要不取 环了荆州 何处安身 若不还时 于尊敬面上又不好看 事实两难 因此内出痛 常 孔明说罢 触动玄德中常 真个垂胸顿足 放声大哭 鲁塑劝曰 皇叔且休烦恼 与孔明从长计议 孔明曰 有凡子敬 回见吴侯 勿其一言之老 将此烦恼情结 惩告吴侯 再容几时 肃曰 躺吴侯不从 如之奈何 孔明曰 吴侯既以其妹 骗下皇叔 安得不从乎 望子敬善言回复 鲁塑是个宽人长者 见玄德如此哀痛 只得应允 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 得知刘备与孙权联姻 曹操大惊失色 谋使成语建议曹操 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 成谱为江夏太守 以此离见刘备和孙权 之后 曹操派使者来到江东 宣布这一任命 此举果然勾起周瑜 再夺荆州时期 他上书孙权 提出让鲁塑去见刘备 索要荆州 只可惜周瑜的用意 早就被诸葛亮识破 等鲁塑面见刘备时 诸葛亮以刘备不忍心 夺取童宗刘章的一株为借口 蜿蜒拒绝归还荆州 彻以表态令鲁塑无 可奈何 只得空手而归 本文要介绍的成语 是刘备听到诸葛亮言语后的反应 叫做垂胸顿足 意味用拳敲打胸部 跺着双脚 形容非常悲痛与懊悔的样子 这句成语的最早出处 使原代萧德祥杀狗劝夫第二折中的我忠常 除告天 耐千高 又不知 只落得垂胸顿足空流泪 在三国演义中 荆州是一个最大的热点 围绕着荆州 出现了很多快智人口的情节 前半部分的主要相关人物 是诸葛亮 周瑜与鲁塑 后半部分的则是关于 吕蒙和陆许 与其他无谓的果断 坚定不同 小说中鲁塑的态度 却是非常模糊的 每次周瑜提出索要荆州 鲁塑都非常支持 而诸葛亮每次找出不同借口 拒绝归还 鲁塑却有态度暧昧 因此 很多读者都弄不清楚 小说中的鲁塑自己 对于荆州问题的看法 究竟是怎样的 那么 历史上的鲁塑探待荆州问题 是否也像小说中的描述那样糊 比糊涂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 鲁塑不但有自己的看法 还提出过自己的野意见 二人他的意见 最终也对孙刘两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历史上的刘备借荆州 其实一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赤壁之战结束后 三国之先祖传助隐将表传在 周瑜为南郡太守 分南岸地义给贝 贝贝利盈于游江口 改名为公安 刘备第二次借荆州的记载 一出自三国之先祖传助隐将表传 刘备 负从全借荆州树郡 这一次的借荆州 则是在鲁塑接替周瑜的职务之后 这一次借荆州的结果 是孙权将整个南郡借给了刘备 那么 是谁建议孙权借南郡给刘备的呢 这个人便是鲁塑 三国之鲁塑撰载 后备一经建权 求东路荆州 维塑劝权借支 共聚曹公 与周瑜 吕蒙之类的主战派将领不同 鲁塑是坚定的主和派 他始终认为 只有与刘备结成联盟才能抵御曹 操并保障东吴的安全 他的这一主张 也使得东吴内部出现意见分歧 从而影响了孙权的最终决策 不过 后来孙权回忆起与刘备的荆州之争 对鲁塑的这一做法颇有悲词 据三国志吕蒙撰载 孙权曾经对陆逊说过 鲁塑劝无界玄得地 是其一端 这就足以说明鲁塑的立场和做法 参考书籍 三国志 三国演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